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中学生也有几十岁的长者 他们讲经历的时候很明显语言都是临时组织出来的 有时候甚至听出那种带点发抖的后怕的感觉 所以我一直都认为大部分都是真人真事 下面是听过的印象比较深的几个 具体语言组织忘记了 就说一下大概的故事吧 一打电话的是一个老奶奶 八十多吧好像 她说的那件事她记了一辈子 小时候老奶奶和家人亲戚住在大吃省省会月秀区一带 发生这件事的时候老奶奶貌似六岁左右 有一次和她的小表姑 小表姑其实就大她一两岁就是辈分比较高 在外面耍够了回家的时候 看到巷子里有间屋门口围了一大群人 于是她就和小表姑去看发生什么事 他们挤到前面看 发现是那家里面有个人在咽气 老奶奶就问表姑那个人在干啥 表姑就说那个人快死了 看了很久 那个人还没去 老奶奶就很无聊说 怎么那个人死了那么久 还没死啊 不如回家算了 小姑就说不行 我要看到那个人死了为止 然后老奶奶就自己一个人回了家 在家里过离会 表姑就回来了 一进来就走进了厨房拿起争执的一条鱼 直接塞嘴里往喉咙吞 老奶奶吓坏了就跑去找她爸 她爸来到要捉表姑 可是表姑力气超级大 明明是小孩子却把一张霸仙桌都举起来扔 她爸是做中医的可能懂一些门道 拿着筷子加表姑中指 咬破了手直点表姑额头 表姑一脸痛苦说是她破坏自己好事的啥的 然后老奶奶的爸就让那个鬼快点走 不要缠住表姑不然灭了她 然后表姑表情很难受说了好 过离会就晕倒了 醒来之后什么事都不知道直至过了很多年 老奶奶的父亲老掉走了 第二年早就移民外地多年的表姑也跟着走了 走的时候貌似也像石心风一样包庇了 老奶奶想可能那个鬼过了那么多年 还一直都不肯放过她表姑 在她父亲走了之后 就过去害她表姑 打电话是个护士阿姨 说的故事很诡异 说那时候她还是实习护士 在住院不知更 那晚要她在护士台通宵 工作没什么特别 就定时寻一下病房啥的 寻病房回来之后 她就坐在护士服务台看书 服务台通常在走廊一端 看到整个病房走廊 夜晚病房都关灯了 走廊只会留几盏灯 昏昏暗的 看书看到入神 突然有什么在余光那里 动了起来 阿姨那时候以为是有 陪床的家属出来啥的 抬头看了过去 结果发现走廊里面 也有个寻房的护士在走动 这一层就她一个寻房护士 她很奇怪 可是也没细想 觉得可能是那个护士 有家属在住院 刚好来特别照顾一下啥的 结果那个护士 一间一间病房的徘徊 每到一间病房就停在病房 和走廊之间的窗那里 站着一动不动 走廊灯昏暗又看不清 那同事样子认不出是谁 阿姨觉得很诡异呀 准备走过去看一下是谁 结果看到那个护士 突然在窗前一俯身 上半身直接透过了窗底面 阿姨立刻下个半死 走回值班室找人 值班室另外一个护士 和她一起回来 结果什么都没有 别人都觉得 是她那晚睡着做噩梦了 可是她到现在都深信 那晚肯定是亲眼看到的 三 打电话的是个广州土生土长的阿姨 有天早上 她就和往昌一样 和朋友一大早去白云山沉运 在魔星岭的座陈操时候 看到前面草地上 开了朵叶花很漂亮 于是就拿起手机 靠近去拍她 结果拍出来的照片 就一片黑色 拍了几次都是这样 她就想可能是靠太近了 对焦啥的对不到 于是她就离远一点 再拍了一次 结果这次照片出来了 除了那朵花 其他都很正常 就唯独那朵花 整颗都是一团黑色的阴影 照片也一直存在手机上 节目主持的师傅说 可能是一早去陈运时候 碰到沙山金阿飘之类 刚好附在花上 照片阿姨也听师傅说的删掉了 四 这个是听过最恐怖的 一个大学男说的 说的是他大一时候的事 他是广州华南农业大学的学生 男生宿舍老旧 宿舍里面没有卫生间 洗澡上厕所都要到外面的厕所浴室 厕所还很老实 就那种一条坑 几片 矮墙分成几个 蹲位那种 不密封隐私性超级差那种 有晚半夜 他醒了想别大条 就拿着手机离开了宿舍 去外面蹲坑 来到厕所 蹲在中间坑位上 边拉边满手机 玩着玩着听到有人走进来的声音 他也没多想 半夜来拉屎拉尿的人多着 头也没回盯着手机玩 突然他听到那人走动的声音 越来越近 走到了他前面的蹲位上 他透过矮隔墙下面很大一条缝隙 看到有一双旧式的布鞋 正对着他的方向站着 想象一下那个画面 你拿着手机低着头在蹲坑 看到鞋下方前面蹲位 有对鞋正对你站着 隔墙很挨 只有一米不到 也就是说你前面的蹲位 站着一个人面对着你 俯视着 你蹲着坑一抬头 就能看仰视到他的脸 那男的响只要往上一抬头 就能看到 究竟前面拿货是人是鬼 是不是自己同学在作弄自己 可是他根本不敢 冷汗都出了一身 就这样 蹲了很长时间 头一直低着不敢往上看 过了很久很久 才看着那鞋子挪开 然后听到鞋子 声音走出厕所 他屁股都没擦直接就奔回了宿舍 宿舍的人全都还在床上睡着 五 这个是某女嘉宾说的 是个电台DJ 那时候某电台的办公室 还在广州天平下 那里也是广州鞋底之一 靠近银河公路 来的很多都是烈士 或者党员干部 事件发生那天 女嘉宾和她老公主持完节目 女嘉宾在休息室里面的沙发上 躺着休息 她老公就在外面抽烟 女嘉宾躺在沙发面 朝着门看着老公 看到的是老公抽着烟的背影 还有门外照射入来的余光 突然看到老公旁边 多了个矮矮的人影 衣服依稀是那种民国女学生的服饰 发型期间减平 身影 斜斜地 已在门边 她刚开始以为是同事什么的 也没注意 突然那个人影 就慢慢转过了身 是那种很奇怪 整个人都不动 却可以旋转过来那种 女嘉宾开始觉得不对劲了 准备开口喊老公 突然那人影就刷刷刷闪了几下 突然闪到她面前 正对着她 这时候女嘉宾看到人影的脸 是是那种毫无生气的干湿脸 双眼凹陷什么光都没有 就这样面对着看着女嘉宾 女嘉宾想喊 可是喊不出声 只能呜呜地哼 那干湿 然后越靠越近 头发慢慢晃悠在女嘉宾脸上 她说她现在都记得 那头发的质感像枯草一样 很干很没生气 那脸也是像布满皱褶的树皮一样 那女嘉宾吓得只能闭着眼 脸上依然还是头发晃过的出感 她知道那女鬼还没走 就在心里面碎碎念 我又没害你 你不能这样对我呀 如果有什么得罪的地方 请原谅我呀 巴拉巴拉的 然后就真的没有感觉到 脸上有头发缓过了 她慢慢睁开眼 一打开眼帘 结果看到那女鬼 就脸贴着脸望着她 她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就喊得出声音来了 很大声喊了老公老公 老公就在门口走了过来 问什么事 她就哭着说 刚刚发生的事 老公一过来 那女鬼的人影就散了 那时候电台帮忙解释的师傅说 鬼的样子十分很多种 如果是那种 有脸上像干湿一样 没有生气啥的 通常是对生前世界 还有留恋 傻得不肯离去 以为自己还没死去一样 留在这里 他们的模样 也会像人一样 跟着时间变化慢慢衰老 到最后会像干湿一样 住 这种干湿脸的见鬼 许坤听过很多次 有次还是在某女作家的 散文集上看到的 篇章 是写她家乡老房子 里面 随带插入了一段 在老房子见鬼的回忆 看到的 也是和这个女嘉宾一样的干湿脸 穿着以前的服饰 所以许坤一直觉得 这种干湿脸的鬼 应该真的存在着 六 先说一下之前说某女作家 散文集看到那个故事吧 记得是在中学时候 买的散文集看的 是一篇回忆家 乡老房子和乡里的散文 老温馨李 带着伤感那种 突然就活脱脱 插了断剑鬼的回忆 真是印象深刻呀 女作家名字我忘记了 近代的女作家 我一直百度想找回来 可是找不到 事件是这样 说的是她小时候 还在外婆家住 外婆家是壮族 还是傻族的忘记了 村里的房子楼顶有个阁楼 女作家小时候顽皮周围耍 有天就上了楼上的阁楼耍 阁楼上满满都是 各种农具杂物 阳光透过小窗照射进来 昏昏暗暗的 突然杂物里面就多了个人 女作家吓得定在那里 看到那人影穿着 小说民族的服饰 身影硬生生透过了 阁楼里面的杂物 慢慢飘到她面前 她的描述 也是和上一个故事描述一样 干湿脸毫无生气 女作家就哇哇地跑下楼梯 和外婆说 上面有个很恐怖的人之类 外婆问的是怎么样的 她就把服饰样子 一一描述出来 外婆听了 就叹了口气 说可能是太外婆傻的 因为服饰就和太婆 以前经常穿的一模一样 说可能是因为太挂念嫁人了 一直在阁楼里面徘徊 还有一个差不多的 这个是电台听来的了 一个阿姨说的 也是发生在小时候 也是在外婆家 也是在阁楼 事情是这样 阿姨小时候在外婆家 这次不是小说民族了 大吃上某农村 上了二楼玩耍 原本二楼野出一些柴火杂物啥的 没有其他人 耍着耍着突然余光看到柴堆上面 好像坐了一个大人 那种柴堆是一根根木条雷起来 如果成人坐上去肯定咕噜咕噜的到了 可是那个人就像没有重量一样 坐在上面 他大胆转头看了过去 发现是自己已经去世了的爷爷 坐在柴堆上面 穿着的衣服像纸扎的一样 脸上也是干湿一样 眼无凹险没有眼球 毫无生气的 面朝着他看着 他也是吓得跑下楼梯找外婆 外婆跟着上了二楼 结果什么都没有 其一 很多年前广州一号县 农奖所到烈士陵园前方向有过一起跳轨事件 事件那个女的最后怎么样了我并不知道 这次说的事件是一个六十多的阿伯说的 她那时候刚好在地铁上 那时候好像是傍晚 阿伯坐地铁回家 去到农奖所前面还没到站 地铁突然停车了 阿伯以为地铁又故障了 没有什么在意 广州地铁临时停车 傻得经常发生 阿伯百无聊赖就看着窗外 昏昏暗暗很远才一盏灯 远处的站台还很远 列车停了不知道多久之后启动 阿伯还是望着外面 突然在昏昏暗暗的灯光下面看到有个黑影 很清晰是个长发女性的轮廓 就在窗外面不远处 随着列车继续行驶加速 那黑影定在原地慢慢远去 阿伯觉得很好奇 心想是不是看到阿飘了 结果一回去就在电视上看到刚刚发生的新闻 就在他坐的那班地铁准备驶入站的时候 有个女的跳轨了 所以列车才会停车吧 事后那个阿伯很多次经过农讲所的时候 都会在同样的位置看到同一个黑影那期节目没有师傅讲解 只有个心理医生 他的解释是 其实可能阿伯那晚看到的黑影是眼花 然后刚好事后又发生了这个事 所以心理上一直有个疙瘩 所以每次都会在经过那个地方的时候 强加心理暗示 把一些昏暗的地方异想成那个自杀女人的黑影 8. 打电话的这个听众也是一个阿婆 说的是她以前住院所发生的事 那个阿婆具体什么病中风还是啥的我忘了 有一次并发身体都不能动了 可是意识还是很清醒 记得被送进医院时候是中午还很大太阳 在家属的陪同下推进了急救的时候 还记得身边的都有谁在 然后手术结束 阿婆被护士推去病房的时候望了下外面 发现外面阴阴沉沉下着细雨 顺口就问了句外面下雨了吗 结果护士说外面大晴天呢 而且时间才下午三点多 阿婆不幸再瞧了瞧外面 还是下着雨 雨声稀稀利利的可以听见 然后她开始害怕了 因为之前听说人死前会见到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她以为自己过不了这关 在病房那里还和家里人提前说了自己的后事要怎样怎样 家里亲戚都笑着说阿婆怕死啥的 当晚过夜 家里留了阿婆的小女儿陪着 夜深的时候 小女儿早就睡着了 阿婆因为下午的事 一直睡不着 病房里面是走廊照射进来的灯光 昏昏沉沉的 突然 不知道病房哪里传来了声音 是一群人在嬉笑玩闹的声音 咿咿咿呀 说得很大声 可是又听不到具体说的是什么 按道理来说这么晚根本没可能还有人在打闹 而且声音好像就是在病房里面传出来的 阿婆开始害怕 瞧了下病房 看到病房里面满满都是黑色的人影 围着病窗一群黑影在张牙舞爪的扭动着 一压压的声音叫个不停 她啰啰嗦嗦用被单蒙住自己脸 以免念佛号 以免说自己这就跟着走 不要吓她和她小女儿什么的 念着念着自己也睡着了 第二天天明 阿婆醒来发现 小女儿还睡在隔壁就叫醒了她 问她昨晚有没有听到什么 结果小女儿说什么都没有 她就和女儿说起了昨晚的事 小女儿就说可能是发噩梦啥的 然后洗漱完毕 准备去餐车拿早餐 拿的时候还顺便问了一下 阿婆隔壁床的一个住院的老奶奶 要不要帮忙拿 结果发现隔壁床的那个老奶奶已经去了 这个听众说的经历主持人的拆解 拆得很敷衍 这个节目里的主持人 总是会嘻嘻哈哈用些没有鬼神的前提下的观点科学解释 听众们的经历 说可能是发噩梦啊 被人作弄啥的 很无语 不过我记得这个故事嘉宾师傅说 其实可能那晚本来要走的就是阿婆隔壁那个病号 阿婆因为做完手术 身体虚 医院又是个阴气重的地方 时运一滴就刚好看到些阴间和阳界重叠在一起的影像啥的 酒 这个是听我以前就同事说的 不是节目上的故事 他念的建筑 去了地产公司做设计管理 因为是在项目部跟着项目走 所以那时候 他们的办公室都设在楼盘的寿楼部 那个盘在惠州的波罗 周围都是其他发展上的工地 没有配套很荒凉 他们出入也很麻烦 所以公司就拿了自己楼盘其中 移动中某两层给他们做员工宿舍 一个大套间就住六七个员工这样 员工平时上下班就都在楼盘里面 然后我就同事这个盘开发的比较快 还有大半年就收楼了 住宅都已经装修差不多 就是有些园林绿化要跟 有时候一些很赶的修改图纸 甚至要加很晚单 那晚他也是加班到很晚 大概二点多三点 看完图纸水眼 猛松地走回宿舍 然后上电梯 按了楼层回到作为宿舍的楼层 他拿出要是开门 可是怎么转门锁 也没用打开 用力士了 几次门都被震响了 可是就是打不开 像有人在里面 按着门锁一样 他正不解的时候 里面传来了 有个女的在冷笑的声音 呵呵呵呵呵呵呵 一阵一阵 他很生气 心里像一位隔壁房某个女的 同事无聊 这个点还在作弄他锁住门不开 于是就大声敲门叫 里面的人开门 可是门没开 就是一个女的声音在 呵呵呵呵呵呵呵的笑 他很生气呀 就拿电话 打给宿舍让他快开门 说某某在玄关 不让他开门 然后宿舍就猛松地答应 然后叠叠羞羞出去开门 一面还在说客厅都是关灯的没人 一会儿宿舍在电话就问 你在哪 人哪 就同事就说 我在门口啊 开门啊 可是电话那头说打开门人影都没 这时候我就同事慌了 看了下四周发现有点不妥 然后走去电梯厅那里朝外看 外面的景色根本就不是他们住的那栋楼 所以说他应该是走错了楼 去了旁边那栋 也就是说这栋楼根本就是没人住的 知道后他逃命似的逃了下楼 回去之后啰啰嗦嗦和别人说起刚刚这件事 同事听到觉得是有小偷 于是就打电话交了保安过去 等了很久 保安打电话说那边开了门 可是里面什么人也没有 10 这个是一个大学毕业男说的 说的是他租房子莫名其妙 经常出现一滩水的故事的故事 大学男毕业后留在了广州 上班的地点在淘靖一带 周边租房子很贵 所以只能着远一点的城中村 最后租了天河北靠烟塘的一个地方 房子临近白云山脚 很偏僻可是交通还算方便 格局就是小单间 没阳台 有浴室厨房长条形布局 从住的地方去上班的那条路 经常有避宜车经过 因为附近好像就是银河公墓的说 淘金隔壁的小北 貌似也有站脚小北花圈什么的 不知道是不是专卖避宜什么的 总之他上班那条路就经常有避宜车经过 路上也经常看到洒落的白色圈圈的那种纸钱 那个男的做设计的 经常都要半夜下班 也见怪不怪 然后有年五月 他入职已经满一年了 他发现住的地方不知道为什么 床底下突然莫名其妙出现一滩水 无色无味的 就突然出现在靠床边的底下 楼上没有滴水也没用滴水的痕迹 厕所也是干的 而且床底的箱子都是干的 就很奇妙一滩水 而且量还很大 这样每隔几晚都会出现一次 他慢慢也就觉得没什么 可是身体那一阵子却开始慢慢变差 后来莫名其妙会发低烧 九月的广州三十多度 他甚至要穿起雨笼 去了很多次 医院可是会复发 而房间床下底 也总是会莫名其妙出现一滩水 直至有一晚他发烧迷迷糊糊 夜里醒了看到床边站了一个人 衣服土荒土荒地站在那里 一动都不动 也看不清面容 他开始觉得害怕 觉得是碰到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打算第二天就立刻找地方搬走 于是一得空就去看周围的租房信息 可是没有一间合意的 不是太贵 就是通勤时间多一倍 不到两个星期 新房子还没找到 可是身体慢慢却没事了 房子莫名其妙的一滩水也没有出现了 这期的主持解释说 可能九月流感啥的所以经常滴烧 可是解释不了水什么的 邀请了法师嘉宾说 九月刚好是农历七月 大学难可能因为晚归 而且上下班的路 刚好是避衣馆车的必经之路 就惹上了不干净的东西 床底的水 其实就是烟刺鬼站在床边流下了的 而大学难时运低发 低烧刚好迷密 呼呼看到一夜 站在自己床边的好兄弟 还好大学难没有去水边的地方 不然会被捉去做替身 而七月过完之后 大兄弟就走了 所以哈哈 谢谢观看